林智堅論文案延燒 審查還在進行中 臺大學輪會召集人蘇宏達 就先斷定這是醜聞 不只林智堅陣營無法接受 連權威史學家李曉峰都看不下去 李曉峰臉書發文指出 蘇宏達還未開會討論 就先斷定論文爭議是醜聞 入審先下內定結論 這是違背學術倫理 但學界中不只李曉峰 認為蘇宏達未審先判有爭議 尤其擔任學術人理委員會的召集人 他的立場應該公正客觀 不應該有陷入為主的觀念 至於前臺大國發所教授 陳明偷再發兩千字聲明 強調林智堅 余正煌都沒有抽席動機 不只藍營明代王洪威 緊咬不放開記者會 聲稱要教育部檢舉陳明偷 余正煌律師更嗆瞎 要透過訴諸司法 期間對手只有潑髒水 只有抹黑 只有惡意的攻擊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卻步 把這個力量轉換成前進的力量 因為台灣人所期待的是一個正面的選舉 陳明偷老師昨天的聲明 陳明講得非常清楚 兩位學生都是在他指導之下 那也沒有要抄襲的動機跟作為 那至於說 對方所說的法律的動作 我也只能尊重 林智堅陣營要求蘇宏達自請回避 被台大拒絕 現在連權威學者都出來說公道化 間接挑戰台大學輪會的客觀性 上次離開之後從台北等我到